好 祝福曾祥軍旅日順利 而剛報完記者會 他並沒有在這場中華藍 跟阿聯的比賽中亮相 這場比賽表現最亮眼的是賀博 他砍下了十六分 方數藍隊一百比六十八 向納六連勝 美國跟中華白的比賽 莫巴也有二十五分七個籃板 包括第四節獨拿十一分 最後中華白隊就是以十一分的差距 搶下勝利 瓊斯杯第七天完成的賽程 首先看到中華白隊交手 美國 潛力空位由外者 這場開啟得分模式 來記單手挑戰 帥氣瀟灑 而他在政大的老隊友 外籍生莫巴也不落人後 一個箭步殺進籃下 單手抱貨毫不留情 搭配官達又稱職扮演 快攻箭頭角色 他跟莫巴也半場都攻下十分 前兩屆大彎中華白 以五十二比四十 雙位數領先美國 然而來到第三節 美國掀起反撲 靠的是能力能外的 Demitris Thomas 他先是在外圍開活 美國標進三分但在空切禁區 展現身體對抗強勢取分 單捷戈人獨拿十四分 全場則有兩隊最高的二十九分 進場 幫助美國一度 追進到二位數差距 幸好中華白及時回穩 主控有愛者跳出來 完成三分的穩定軍心 這陣攪出十一分六 主攻不錯數據 然後標分 關鍵還是回到莫巴也 他在決勝節 砍下十一分奠定勝機 正常下來拿到白隊最高的二十五分 外帶七籃板四火鍋 也率領中華白最後就以一百零八比九十七 擊敗美國 收下本屆熊四杯第三場勝利 接著看到中華藍隊跟阿聯的比賽 賽前五戰全身的藍隊 開賽就氣勢如虹 首先看到大高小高 發動了這波快攻 高警衛找到新規劃 陽將高波凱 起飛雙手轟炸籃框 接著輪到賀家弟弟賀博 搶走美光燈 漂亮的crossover後左手輕鬆敗籃 帶動中華藍以十九比六的攻勢開局 後續旅美前鋒葉維杰也把握機會 盼進外線 手機打彎藍隊二十五比十五握有領先 第二節比賽高波凱 更專注在防守端 上了阿聯一季超級麻辣鍋 還翻新中體育館的場邊球迷 儘管阿聯這邊的規劃 迪馬可·迪克森也不甘示弱 把靈明勝快攻上籃的常識 刪得勞遠 不過氣勢依舊已面倒 因為中華藍還有賀博標分秀 不論是中距離還是鴨少捕籃 他樣樣行 在前兩階七頭圈中 拿到這盞所有的十六分 幫助藍隊以五十三比三十六領先 並一路揚長而去 藍隊小學弟黃周琦 反手上籃 讓團隊上場十二人 統統都有得分紀錄 中場比數一百比六十八 藍隊笑納六連勝 在本屆窮四杯還未嘗敗擊 我來提供大家綜合報導 好 恭喜中華白擊退美國 而正中表現最亮眼的是 最強外籍生抹八爺 不過賽後他的好隊友富有 賽後是強到了不少版面 好 原來是有些網友 覺得他長得蠻帥氣的 但是主角倒是比較謙虛 希望有更多的上場時間 儘管開賽一度陷入落後 但是中華白隨後穩住正腳 打出全場四人得分上雙的均肯苦力 一百零八比九十七 擊敗美國 向他賽會第三場勝利 其中轟下二十五分 七籃板三助攻 外帶三次抄截四季麻辣鍋的 最強外籍生莫巴爺 也用頗具仔之力的表現 告訴球迷朋友們 他的身體完全沒有問題 二張比賽中華白在客服開局滿人後就一路處於領先 也讓薩貓森總教練用兵上更有餘裕 其中旅美小將富有也因為前一戰把握難得機會展現胆勢 讓他獲得了本屆琼斯杯第二次的上場機會 父親是前玉龍球員的富有 在京華國中畢業後就展開旅美生涯 現在就讀西維尼亞大學二年級 僅僅二十歲的年紀跟宋新浩吳志凱一樣 是今年瓊斯杯白隊陣中最年輕的球員之一 而他除了把握有限的上場時間 獲得教練團青睞 更在短時間內 運用潘安在世的容顏 擄獲不少球迷芳心 富有年紀輕輕就加入國家隊 雖然上場表現機會不多 但是跟尤愛哲 林彥廷 甚至莫巴也等頂尖新生代好手一起訓練比賽 甚至在場邊觀摩藍隊學長們的球風 勢必能讓富有收穫良多 帶著寶貴的經驗回到美國 繼續他的旅美生涯 我來替台采放報導 歡迎今晚的NBS Day 來關心聯盟動態 Russell Westbrook又要轉換環境 這次要前進到丹佛金塊 好 威少加入為金塊 增添了不少後場戰力 並且他要跟Nikola Jokic連手 兩位現役的大三元製造機搭檔 雖然名聲響蕩蕩 但效果如何 有待觀察 最近比較安靜的球員動態 終於又有重磅消息 快艇跟爵士敲定一樁 先前後患的交易 把Russell Westbrook送往鹽湖城 換來Kriston 第二輪選秀權 還有一筆現金 不過規規預計會跟爵士 打成買斷 而這條溪盒會流到哪裡 答案也胡之欲出 就是丹佛高原 去年的冠軍霸主金塊隊 這是Westbrook 生涯第二次被交易到由他 這次同樣過戰不停 轉而披上儘快對戰袍 因為丹佛爺們 在失去Bruce Brown以後 今年暑假又放走KCP 急需一名具備戰力的後衛 更期盼為規規戴上第一枚冠軍戒指 而Westbrook跟Yogic 正好是握有最多次大三元 記錄的兩名現役球員 兩位大三元製造機搭檔 也增加不少話題 就看希殼能否適應全新的體系 而需要適應的不只有Westbrook 繼續在夏季聯盟耕耘的 Browney James似乎也越打越順手 在面對騎士的比賽中 繳出十三分五籃板三助攻 得分再創生涯新高 布朗妮連續兩戰都有外線進帳 而且得分通通上雙 和寄命中率四成八 表现跟前四战的皇枪走板比起来 有相当显著的进步 带领胡仁一九十三比八十九逆转迎球 也期许他稳扎稳打 重新擦亮皇太子的名号